大都区瑞丰国小也同样面临到校舍安全问题 北洞教学大楼使用至今已超过30年 考量到耐震度严重不足 恐怕会有安全疑虑 因此在明代等人士争取下 市府与教育局各自编列4000万的经费 要将北洞教学大楼进行原地重建 未来将可以提供17间崭新教室 其中两班更作为幼教班使用 以符合地方上的托育需求 而整体改建工程也将在明年7月完工 热闹的锣鼓声表演尚识线队 为活动揭开序幕 而紧接着由台中市副市长林一银 带领各界贵宾一起的手持精产 上针线的产土 也欢庆大都区追封国校北洞教学大楼正式动工 相信北洞的教学大楼完成之后 我们这边又会成为一个新的地标 那是一个兼具安全教学 而且是美感 那是一个会是一个我们更典范的一个优质的教学环境 校方表示 北洞的教学大楼使用至今已经超过30年 而考量到耐震度严重不足 恐怕会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日前就已经先行拆除 也在明淡的多方争取下 跟台中市政府与教育部各自编列4000万的经费 除了先拆掉老旧校舍之外 接下来就要进行原地重建 而工程预计最快在明年7月份就能完工 它的结构上 其实我们在内政补墙的一个评估上 是有结构上比较受损的情形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 还有教育部对于这样老旧校舍 拆除重建的重视 所以给予学校了8000万的经费 让我们的孩子日后有更好的学习空间 接下来还有二期的工程 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 中央补助的部分 我们也会全力的跟中央来申请 那当然就是说地方政府中央一起来 大家来努力 让我们的整个教育的环境能够更好 市府会表示 未来新环工的教学大楼 将可以提供17间的转型教室 而其中两间要作为幼教班使用 不仅可以解决地方上的托育需求 更能够提升当地的教学品质 谢谢川普和台中采访不到